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肇展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我是杨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日本的大导演 国际导演黑泽民 他的自传 书名叫做汉马的油 这当然不是一本新书 但是麦田出版公司 刚刚出了新版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 借由这个机会 再来重新认识一下黑泽民 尤其是透过黑泽民自己的笔 来了解黑泽民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如何变成了 这样一位的重要的导演 同时回顾 二十世纪的世界电影史 黑泽民的电影 都不应该离开我们的眼界 如果大家过去没有看过 黑泽民的电影 也许可以借由 一边读哈马的油 认识黑泽民这些重要的电影 也可以把这些电影 找来看一下 另外如果过去 你看过黑泽民的电影的话 更推荐大家来读 哈马的油这本书 你会对于黑泽民 为什么会拍出这样的电影 有更深刻的体会跟认识 在新版和旧版中间 有比较大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收录了 焦雄平所写的导读 焦雄平讲到他怎么样认识 黑泽民 见到黑泽民 应该说是见到了 黑泽民的电影 他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然后呢 学校课堂上的一个课业 在念电影研究所 但是课堂上面呢 要求要看黑泽民的重要名片 七五世 他说结果剧场呢 挤来了满坑满谷 非电影系的学生 美国大孩子看七五世 刚开始不适应 可是呢 后来看得血脉膨胀 黑泽民过瘾的电影语言 史诗式的构图和绘画感 悲悯高贵的英雄气质 林立辉弘的简洁 生动活泼的表演 悲喜交织的戏剧感 完全征服了外国人 所以那一屋子 全部都是外国人 教语平可以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只一屋子 全都是美国人 而且呢 大部分 甚至不是电影专业的 都是美国的大学生 他们纯粹 是为了来看电影而看电影 整个电影院里面 弥漫着高昂兴奋的气氛 所以黑泽民的七五世 让教语平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做跨文化的力量 所以他说 后来校园里任何黑泽民 乃至于其他日本名片 我都不放过 电车狂 生之欲 看得我哭到走不出电影院 想起了父亲 想起了很像台湾的环境 掀起了无限乡丑 我自己会特别推荐 如果你没看过生之欲 你一定要去看 或许你也会跟 教语平有同样的这种感受 在那个电影院里面 尤其是如果有机会 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的话 那个电影感人 倒会让你忍不住 一直流泪 另外当然有黑泽民的 最重要最有名的纪念作品 罗生门 另外有用心榜 春三十郎 天国与地狱 他说 没有一步让我失望 黑泽民彻底成为我的偶像 也使我有了亚洲电影的 骄傲和志气 焦雄平这一段话 口气非常的强烈 他说 黑泽民一定不知道 黑泽民当然不会知道 我后来在国内外 推动台湾电影运动 与大陆电影运动的志气 有很多是受到他的启发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黑泽民带给我们 电影文化的自信心 面对西方人不自我矮化 而罗生门正是冲破 文化繁荣的分界线 当然我也同时发现了 小金安二郎 沟口尖二 以及陈赖四喜南 这三位导演 加上黑泽民 也是我到现在 仍然会推荐 如果你没有看过 他们的电影 或者你看的不多 都应该去找来看 非常重要的导演 也都虽然经过了 这么久的时间 一定不会过时的一些 电影的杰作 小金平和沉浸 有天然合一的道家气质 沟口奸恶 犀利积月 仿佛严厉的 社会批判家 我像《发现保障死》的 爱这些电影 但是依照我的个性 我似乎更爱黑泽民 我觉得黑泽民 有一种大气 有世界性 他的正义感 和他的人道主义 深深打动着我 仿佛鼓舞着 有为者亦弱时的年轻人 所以焦用瓶在那段时间 因为他是念电影的 他看了很多研究 黑泽民的书 包括Donald Ricci 跟Olli Buck 还有佐藤中南 这些作者 所写的书 他说 他们大多是从 电影美学 和主题 做学理上的讨论分析 书里面 最大的缺憾 是看不见 黑泽民这种气质 是从何来的 直到哈马的油 这本自传出来 这本书实在太好看了 喜欢黑泽民的人 可以在里面找到 几乎大部分 有关他神话的答案 所以 焦用瓶说 这是一本 大师养成 纪实手册 这本书的确 把黑泽民 如何变成 这样一位 电影大师的 生命的历程 做了详细的描述 不过黑泽民 自己当然不会狂傲的 要让我们看 大师如何养成 相对的在他自己的 自序 短短的一篇 写在前面的文章里 还比较谦虚的说 回顾过去的岁月 经历过许许多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怂恿我 写自传 但坦白说 我无意写 因为我不觉得 自己的事情有趣到 值得写下来 首先要写的话 那都是电影的话题 因为如果从我身上 拿掉电影 就只剩下零 这句话 以及这句话 所透显出来的姿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从我身上 拿掉电影 只剩下零 你看他是用这种方式 一心一意地 投身在电影上面 思考电影 制造电影 分析电影 感受电影 所以他认为 他自己 一生就是电影 可是他接着说 这回又有人热切盼望 我写一些自己的事情 推迟不掉 只好答应 这大概是因为 看了Jean Renoir 自传之后的印象 我和Jean Renoir 有一面之缘 法国信浪潮 重要的导演 黑泽民说 我跟他共进网餐 畅谈圣欢 他当时给我的印象 也不像是一个 会写自传的人 我真的蛮好奇的 什么样的人 是看起来 像会写自传的人 也许是一种 喜欢炫耀 然后呢 喜欢张扬自己的人 Jean Renoir 也是一个相对低调的人 但是呢 他却勇于写下了自传 这件事情 触发了黑泽民 Jean Renoir 在自传的序里面写道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 对这些人来说 一个艺术家 只借助麦克风 和摄影机 来自由表现自己 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 他们想知道 这个艺术家 究竟是怎样的人 还有呢 这种艺术家 我们自以为傲的个性 其实是由幼稚园的 童年好友 阅读的第一本小说的主角 或者是表哥饲养的类权 等等种种繁多要素 所形成的 我们不是只依靠自己 就可以活着 所以Jean Renoir说 我试着从自己的记忆当中 选出造成今日自我的力量 我思念的人们 以及相关的记忆 这段话感动了黑泽民 这篇文章 以及Jean Renoir 见面时候 他给我的强烈的印象 我也想要活得 跟这个人一样 哇 这很精彩 多少人 可以有给人 这种强烈的印象 遇到他 跟他吃一顿饭 就想说 人生如果可以活成 像这样的一个人 多好 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 而这种人格的力量 往往 他的背后 是有专业成就 作为基础的 他说 那份感动 给了我 写类似自传的动力 另外 他又举了一个 我也希望可以 活得像他的导演 那个人是谁 那是Jean Ford 好莱坞 拍西部片的大导演 他说 一想 Jean Ford 却没有留下自传 这种遗憾的心情 也加倍的 驱使了我 因为Jean Furnard 写了自传 又因为想到 Jean Ford 竟然没有写自传 所以他愿意 把他的自传 写下来 他的自传 从出生之后 最早的记忆 开始写起 然后接下来 他写到了 他成长的那个年代 他的写法 有一种 非常惊人的 文学的味道 例如说 有这么一段 我少年时代 听到的声音 和今天 听到的 截然不同 光是这一句话 都会引动 如果 在 听 节目的朋友 稍微有一点点 年纪 你都可以 回头想一下 回头想一下 比对一下 你现在所听到的声音 跟你小时候 听到的声音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黑正明在这上面 非常的敏感 而且他的文字 非常的美好 帮我们 做了这样 明确的比对 他说 最大的差别是 少年时代 听到的声音 没有电器 制造的声音 就连流声机 也不是电动的流声机 那个时候的流声机 是用上发条的 所以 最大最大的差别 没有电器 制造出来的声音 如果从这个差别 来看的话 哇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 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包括大家 在听我的节目 这也是 对你们来讲 电器制造出来的声音 我们几乎没有 任何的 一秒钟 一分钟 我们可以离开 电器制造的声音 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时代 都没有样的迷人 一切都是 自然的声音 其中有许多 是现在已经 完全听不到的声音 所以在写自传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让他试着 要想想看 他听到了一些 什么样的声音 他记得什么样的声音呢 例如说 九段牛渊那一代 有陆军云区 每一天呢 到了整点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爆食 他们会击发 空包蛋 那个空包蛋 会咚的一声 那种炮弹 爆裂的声音 包括正午 爆食 都会听到 这样的声音 接下来 他罗列出 一连串 都不是 电器制造出来 叫做自然的声音 所谓自然 指的并不是 大自然的声音而已 即使是 人所制造出来的声音 但因为 没有电器 没有机械的介入 所以那种声音 他所给予我们的感受 也非常不一样 大家可以一边想一下 你能够记得的 没有电器制造的声音 有哪些 我们休息会 我会来告诉大家 黑泽民 记得的是 哪些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听见台北的声音 听见台北的声音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早坦书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国际大导演 日本导演 黑泽民 他的自传 叫做 黑泽民 他出生在1910年 1936年 他考入了PCL电影制片厂 担任助理导演 1951年 以惊人的电影 罗生门 获得了 威尼斯银奖的金石奖 1954年 拍出了日本银史上面 另外一部重要的杰作 七五世 也获得了 威尼斯银展银石奖的肯定 奠定了他 国际影坛的地位 1990年 他80岁的时候 他还得到了 奥斯卡金像奖的 终生成就奖 这样一位导演 当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 他记得什么 有些东西 让我们会明白 后来他的电影 是怎么拍出来的 例如他会记得 叫做大政之声 也就是日本大政时代 他成长的年代 他所听到的一些声音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火灾时候的终生 巡夜人 敲木头的声音 巡夜人 抱之火灾现场的鼓声 和喊叫声 卖豆腐的喇叭声 修理烟管的笛声 街头卖药的木香扣环声 卖风铃的风铃声 换木鸡尺的鼓声 送金 敲木鱼跟敲铜钟的声音 卖 卖牙塘的鼓声 消防车的钟声 武师的鼓声 耍猴的鼓声 另外还有法会的鼓声 还有好多人在叫卖东西 卖辣的 卖纳豆的 卖辣椒的 卖鲸鱼的 卖竹竿的 卖菜苗 还有呢 晚上卖面条 卖欧烈 烤地瓜 磨刀和镜子 修理锅子 卖花的 卖鱼的 卖沙丁鱼的 卖竹豆的 卖虫的 还有风针 飘在空中的声音 还有羽毛剑子的声音 还有呢 一边拍球 一边唱歌的声音 那些 童咬 这些都是 消失了的声音 他说 这些消失的声音 是我少年时代 回忆当中 不可或缺的声音 这些声音 都和季节结合 有寒冷的声音 有温暖的声音 有闷热的声音 有清凉的声音 这些声音 也都跟各种情感结合 有快乐的声音 寂寞的声音 悲伤的声音 恐怖的声音 光是声音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敏感的来察知 来记忆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 在电影里面 他会很在意 用什么方式 来呈现这些声音 因为回想到 火灾的时候 会有终身 所以连接到 他想起 小时候 曾经经历过的 一场火灾 他说 我讨厌火灾 觉得爆灾的终身 寻业人的鼓声 还有寻业人的声音 最可怕 咚咚咚咚 火灾在神田 神宝丁 那一带 我记得说在棉被里 听到的那个声音 然后有一个晚上 姐姐突然遥醒我 就是叫他 阿基拉 阿基拉 失火了 失火了 赶快穿衣服 我急忙穿上衣服 跑出玄关 家门对面 就是一片火红烈焰 接下来如何 我完全不记得 回过神的时候 我独自走在神乐板 从中赶回家 家门前的火灾 已经扑灭了 警察在火场的周围 拉起封锁线 不让任何人通过 于是 这个小鬼 他就指着自己的家说 我住在对面 警察惊恶地看着我 让我通过 然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进门 就被父亲 劈头打骂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吃 问姐姐 原来 他一听说有火灾 就往外冲 大家在后面叫他 他却打开大门 就一路跑 一路跑 一直跑 跑到不见人影 这是他告诉我们 他小时候 非常爱哭 非常胆小 跟他长大了之后 那个样子 完全不一样 接着他就说 说到火灾 顺便就提一个回忆 是当时的消防马车 那个漂亮的马拉着 车上戴着一个黄筒 大锅 在里面装水 造型非常优雅 我讨厌火灾 但还想再看一次 这辆马车奔驰 结果呢 后来在哪里看到了 在20世纪服饰公司的 棚外布景 看到了 因为在那里搭出了一个 旧纽约的街景 然后马车停在 丁香花盛开的教堂前面 话题回到 纳政的声音 那些声音里 都有黑泽民 小时候的回忆 看到哀生 麦拉的小孩 我感到自己很幸福 麦辣椒的走过的 盛夏的中午 拿着补餐竹竿 仰望 追溯 另外听到那个 风筝的响声 拉着风筝线 站在中之桥上 仰望着未来的 冬天 冬日天空 为了写那些声音 而想起带着 淡淡哀愁的童年回忆 简直没完没了 而写着 那些记忆的我 现在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耳朵边想着的是 电视的声音 暖气的声音 收破烂的扩音器的声音 都是电气 发出来的声音 于是他突然之间 有一个感慨 他说 现在长大的这一群小孩 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之后 应该都不会在他们心里面 磕下 关于声音这么丰富的记忆了吧 这么想着 我突然觉得 现在的小孩 比以前那个 麦拉的小孩 还要更可怜呢 回想自己的童年 他记录了一位老师 叫做立川精致 他说 他对这个立川老师 非常非常的感激 他描述了 立川老师上画画课 以前的图画教育的方针 就只求平凡而尝试的贴近食物 所以是以枯燥无味的画稿 作为范本 叫小孩忠实的描摹 而且认为 如果你画得最像 你的得分就最高 但是立川老师 不做这样的蠢事 他说 你们自由去画 你们喜欢的东西 大家拿出了画纸 跟彩色的铅笔 开始画图 我也开始画 我不记得画了什么 只记得自己 拼了命用力地画 像要画段彩色铅笔一样 还用手指沾上口水 去涂擦 去搓那已经涂好的颜色 染得手指五颜六色 立川老师把大家的画 一张一张贴在黑板上 让学生自由说出感想的时候 我的画 只有引起同学们 哈哈大笑 但是 立川老师却严肃地唤识 在笑的大奖 然后呢 不停地夸奖我的画 他说的内容 我已经不记得了 子依西记得 他特别称赞 我用手指沾口水 去搓颜色的那一部分 因为一个小孩 竟然会用这种方法 虽然用的是色笔 却希望能够制造出 一般色笔 画不出来的那种颜色 跟那样一种色块 这是老师所看到他 创新而且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黑泽民就说 我印象深刻 立川老师用红墨水 在那张图上画了一个 三重圆圈 一圈是最平凡的 两圈是好 三圈这是最好的 给他最高分了 所以他就说 从那以后 我虽然不太喜欢学校 但举凡有画画课的日子 总是迫不及待地出门上学 得到三重红圈之后 我变得喜欢画画 我什么都画 然后我真的就变得很会画画了 同时其他学科的成绩 也急速成长 黑泽民不只拍电影 而且他留下了很多 他拍电影的过程当中 他所画的分镜的素描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绘画的底子的话 其实也很难成长 成为一位杰出的导演 导演在那个时代 在作者论的印象底下 导演要构图 导演要分镜 导演要安排好所有的画面 也就是说 在你拍摄之前 你的脑袋里面 已经必须要精确地想象出 所有的这些画面 在这里我们就了解 借由这位立川老师 其实不过就是给他鼓励 让他有自信 所以他在绘画上 他就有所突破 真的就是 如果用压抑的方式 用指责的方式 一个小孩很难找到 他自己的能力长处 这是黑泽民成长的重要的经验 他也讲到了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日本环境当中 父亲所给予他的教育 父亲坚持的是一种 斯巴达斯的教育 包括冬天的时候 不能够穿袜子 手脚都冻伤军裂 好惨 然后呢 是母亲 把他的手脚浸在热水里 百般护理 母亲是典型的明治女人 可是在这里 这是另外他非常精彩的观察 也就是 其实父母 那是时代 让他们用这种方式 当父母 可是两个人的个性 完全不一样 他们都跟外在的表现相反 父亲其实多愁善感 母亲却很实际 多年之后 他的记忆影响 他们在战争当中 疏散到秋田乡下 我去探望他们 回东京的时候 我走在家门前 笔直延伸的道路上 频频回头看 目送我离开的父母亲 心里面想 或许再也不能相见了 那时母亲 却很快转身 走进到屋里 父亲却一直站到 人都变成了 一粒豆子似的 很远很小了 还依依不舍目送我 战争的时候 有一首歌唱着 父亲您真坚强 我只想说 母亲您真坚强 这是黑泽民 在他的自传 哈玛的游里面 对于父母亲的回忆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台烟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